我们去讲这螃蟹饺,是很少很少的机会的,今天你上到这个直播,是一个很有查验 因为螃蟹饺,这个普洱茶,基本上在市场上,在马来西亚,基本上是没有人卖的 十年前我买的时候已经相当的贵,大概150块一片,十年前,十年前,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的一片茶 这个螃蟹饺要讲一下它的故事,因为螃蟹饺已经很难找到了 第一,它要长在400多年的古茶树,而且它必须在井脉山,普通山还不可以 这个普通山不可以,它必须要在井脉山 这个螃蟹饺是长得怎么样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螃蟹饺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中药材来的 比这个东虫下草还要难找 因为它只长在400多年的古树茶 而且它只长在井脉山,还是夸张 当初我买的时候,我是知道它很好 这个中药材非常的好,可是没有想到2013年,2014年,这个中国和台湾人去炒这个古树茶 就把这个古树茶过度采摘,把很多老树弄死掉 而且螃蟹饺,野生啊,这个是野生的螃蟹饺 后期它们走去养殖,种植那种就没有那个古树茶的味道 这一片茶里面的这个螃蟹饺是400年的老树的这个上面长的 然后螃蟹饺有什么好料,我告诉你 它可以让这个普洱茶喝起来更柔滑,很香 喝这个茶的香就是老树,老树大家应该很少有机会喝到的 留了400年的老树的味道,马来西亚基本上是不用看的 是超级富豪才有办法买的 这个螃蟹饺它会让普洱茶,它是一个营养成分非常非常好的 茶会会变成很厚,我们平常普洱茶是要厚 那水要够厚,要更纯,要更香 这片茶昨天晚上我拿来喝,因为本来我不想讲 不过觉得,如果你喝普洱茶的人不懂螃蟹饺 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有点浪费了 就觉得,因为螃蟹饺是在普洱茶里的茶井 因为螃蟹饺是长在400年的古树茶上面 这茶是寄生在茶树上的 在中国你要喝到一个400年的古树茶 400年的古树茶一泡茶 最少都要1000块马币 甚至要1万块一泡 那么我们马来西亚基本上你是没有机会 基本上是没有机会是喝到400年的古树茶的 很根本不可能的,400年 有就是一两百年的,400年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喝这一泡茶你就有办法喝到 因为它这个螃蟹饺 它吸起古树茶的味道 所以你喝这一泡茶你就喝到400年的 400年的古树茶的味道 然后把茶叶,你看我都不是很舍得喝 这一片茶我在7年前喝过之后 就没有喝过了 不是很舍得喝,因为这个可以当药来喝 当药来喝,不然现在上了年纪就要多喝一点 不然不喝,等下不懂 给孩子喝 很难找到的 很难找到的 一种茶 一种配方 你看它全部都是 我拿一个干瓶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螃蟹饺 全部跟这个普洱茶融合在一起 野生螃蟹饺 我看到 我自己收了10年 自己收了 我昨天抛出来这个茶 怎样讲呢 我基本上也没有 我虽然喝了很多年的茶 基本上我是没有什么机会喝到这个 400年的古树茶 很少机会 螃蟹饺 喝下去 昨天我试了 干香 很香 我告诉你 我没有喝过那么香的普洱茶 我告诉你 放我10年 那么好 真的很让我惊讶 不得了 我相信很多 喝了几十年普洱茶的人都没有喝过这个 包括很多我们中国朋友 你不要以为中国人就很 你不要以为中国朋友就对普洱茶很熟悉 其实我告诉你很多中国朋友对普洱茶是不熟悉的 很多 中国朋友连普洱茶没有喝过都有的 因为中国很大 中国有14亿 这个茶你喝了 你没有想象普洱茶可以做这样子的 很多人都没有喝过啦 我告诉你 你去那些大普洱茶店 他也没有卖螃蟹饺了 什么这种大品牌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了 因为仅卖三四百年的古树茶在 2013年 2014年 当他们在炒作这个古树茶的时候 过度采摘啊 导致很多古树茶 死掉 OK 所以是不可以过度商业化的 昨天我有泡 非常好喝 还是晚上啊 晚上的时候我泡 结果还是睡得很好 所以这个茶 这个 橙化的非常的好 OK 橙化的非常的好 OK 你嗅到它的味道啊 它就是古树茶的味道 我有喝过古树茶 OK 有喝过 400年的应该也没有喝过 就多喝到一两百年的 这片茶是哪里来的 是德凤啊 德凤这间茶行啊 在中国啊 这片茶在中国也是相当有名的 OK 不会输给那天的李一鸣 OK OK 第一泡看清楚啊 第一泡洗茶的汤色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可以发酵到这么好 第一泡它就有办法去到这种颜色 你看 第一泡 神黏在马来西亚 螃蟹脚到底跪在什么地方 清日解毒 OK 见味消失 清胆利尿 中医讲的 降低血压 降低血脂 对这个 夜尿的人啊 晚上起来小便的人 这个 OK 可以医疗 还有更重要的 防止血管硬化 就是心脏病啊 那种 血管阻塞 消除疲劳 延延益寿 当然 应付就不要喝这个 OK 应付 应付 喝茶对基本上应付 应付都不好的 不是不好为什么 因为它会防止它吸收这个矿物质 明智怪 螃蟹脚没听过 其实很多人喝茶喝了几十年也没有听过螃蟹脚 OK 除非你真的是很喜欢普洱茶的人 你就会去挖它出来 如果你不是一个 这个是 疗效 你看 它的颜色 10年了在马来西亚 是不是很夸张 10年了 这边茶 喝起来呢 就好像老茶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它 它的香 你一般喝的普洱茶 10年的茶 OK 它会涩 这个茶 很不涩了 很不涩 很顺喉了 很顺喉了 而且呀 散发着古树茶的香味 古树茶 你古树茶你可能没有喝过 因为马来西亚基本上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人敢去拿那个 一片啊 一两万块的茶来卖啦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那种消费能力 OK 我买过最贵的也是两千块一片的 你叫我买一万块的一片茶来喝喔 要想很久 OK 那么它 普通的普洱茶 它会比较 烈 它这个很顺很厚 然后你喝了喔 你满口都是很香的 这个香味普通普洱茶是没有的 很少 这一瓶好喝非常适合老人家喝 因为它够老 10年了 如果是新的话老人家就不好喝 深茶千段不好喝 要喝就喝马来西亚最少放10年以上的茶是最好的 这片茶是 可意不可求啊 其实我买的时候啊 我基本上是买完了 他那边有多少我今天买完了 我买五栋还是六栋 一栋给我的大哥 抢去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很新 他喝到 他头痛 喝了 不会头痛了 他就 从我手上抢了一栋去 就剩下四栋 那么四栋我又喝了一两片 那时候又很喜欢喝 可是又不舍得喝 OK 他那个味道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OK 一栋外面卖8888 对 应该是 行家 行家 这个外面卖很贵的 我跟你讲 外面卖 十倍贵 行家走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